那我photoshop 我假设我photoshop做好了 我的design跟这边有点不一样啊 没关系 我只是要图片吧 我要拿这个logo 所以打比方我已经有了一个logo 我先暂时restorize 这个是我的logo 所以我在photoshop这边 我命名logo ok 然后我先把这个photoshop file 我save去 我save去我的 我的site 我把它save去我的site里面 所以我的site是 如果你忘记你的site的话 你来这边找 ok web1主来去 ok我开了一个folder 叫做psd save进去里面 如果这个是home page的话 我放index save ok 所以我们的总folder里面 基本上会 会储存所有要做的东西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 psd file save在另外一个folder 然后在photoshop这一边 它有一个比较新的功能 2017cc才有 有一个叫generate image save 所以我打勾 ok 我打勾 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site 有什么东西 我refresh 看到psd folder吗 so psd folder里面有个indexpsd ok 然后我现在 开始把我的logo 我要 我要save出去 因为我这些图片全部要一张一张 所以它是个体的 然后我们去driven很像拼图 这样把它拼起来 所以我的logo做好了过后 我命名logo 我double click 我告诉他我这个logo要save成png 因为我要底 透明 那你不要png的话 你放jpg的话 它的底会有个白色咯 然后没关系 你可以在你的div那边 放一个白色 那也ok 所以我png 我按png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 我这边refresh 这边多了一个叫做index asset ok index 因为我的file叫index index asset的意思就是 这个folder专门储存index 这个photoshop所有的东西了 所以我logo出来了 所以我没有在photoshop做任何的save 这个是新的功能 我只要在layer那边命名 然后告诉他说我要save我format 就ok了 那我该不说咯 如果我不要png 因为png的发材是比较大的 那平面图我们通常是savegif ok 那你可以说哦我现在不要了 我要savegif 的 然后我去genrever 我refresh 你会发现到它马上转成gif 它不会多一个png出来 所以这个的好处是我不会有很多垃圾 不像你们每次save的时候 log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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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11 ok 所以我们只要避免这个东西罢了 ok好了过后 我就来我这一个div 这个div 这个div logo 然后我们不是有一个background ok background有一个color 然后一个叫做background image 然后去找你的background image 那因为我们开过site 所以它一定会自动把这个folder开出来 那我现在folder里面有多一个pstfolder 所以去里面 然后找index accept 然后选择logo 我的logo这一边原来还有一个 它的folder里面原来这边有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我的logo没有save完整啊 那我先去改一改 logo ok 一朵花在里面啊 所以我把这朵花拿掉给你掉 so 我refresh多一次 ok 我再去找一找我的图 ok 这是完整的logo了 看到吗 说好了过我把它带进来 ok 所以我带进来了过后 首先我可以把它告诉他说背景是白色 哦 那我在带进来的时候 我可以check一下我的这个logo 它的size property detail dimension 259乘以43 那我的格子最好是259乘以43了 我尽量不要开太大了 ok 所以我去我的宽度 改一改 改一改 好 ok来 ok 所以我去我这个logo的这个DIV background logo Go 25943 先带进来 OK来 继续 所以我去改我的layout save 起来先 259 乘以 43 OK 那我的logo的那个位置就定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放的图片是在background 那在background的图片他有一个功能的就是 你看万一我的格子是比较大 他会copy paste 所以background image 在html的background image 他可以让我们设定 要不要repeat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 画一个div 放背景 那有些website看到背景有很多texture 或者logo repeat 其实就是他把图片insert在background 因为只有background才有这种功能哦 OK 所以如果我不要他repeat的话 然后我要他的格子大一点的话 也许说我现在要这样大的格子 但我不要他repeat 在background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有一个选项 这边一个background repeat 所以这一个叫做左右上下都repeat 所以你看到四个点 这边只有横的 所以就repeat横的 这个只有直的 repeat直的 这一个 no repeat 告诉他 叫no repeat ok 那no repeat的过后你会发现到你的那个 logo的位置 不是在格子的中间 这边有一个叫做positions的 so background position 我可以设定 center 他跑去中间的 这个我也可以设定 center 上和下 左和右 center 那我的logo就 center ok 所以我的logo就好了 如果我今天要排成这个layout的话 我们要怎么排 那 上个礼拜我们排的时候 是没有design的 所以我们只是教DIV怎么排 怎么开 我们排个基本的layout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layout改成这个 ok logo在上面 按钮在下面 然后到band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这三样东西 整顿整顿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去动 ok 所以在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 这个 啊 白色的这个wrap wrap着我的logo wrap着我的menu 那我现在要menu放在 wrap下面 OK 其实 在logo下面这个也是对的了 只是我们的这个logo和menu 因为我们set成 accelute对不对 看layout啊 ok 那我现在不要做overlap 不要做overlap就不需要accelute了咯 好 我们放回relative menu也是一样 relative ok 然后我们的wrap 也是不要accelute 我们放relative 所以你会看到东西被推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的属性都一样了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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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我的menu ok旁边有个空间 那我去看一下我的setting ok右边的padding我暂时拿走 然后flute left ok靠边了 哦所以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那背景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我们可以来photoshot这一边 C一下 然后copy这个code copy ok 这边有个code了哦 copy ok 命名 banner.jpg ok 命名banner.jpg 在这个layer 选择 然后 选择banner 选择banner 去background 所以我不需要这个背景的颜色了咯 把它拿掉 丢图片 banner ok ok 说我的banner 所以我的banner 目前是小张的嘛对不对 然后我已经讲了如果我的size不对的话 它会copy paste 所以banner我们很难设定一个准确的size 为什么 如果我的banner是要 100% 跟着screen size的话 我的banner 不可以设定它是1920或者1366 因为有可能会在两种营物出现 那我会建议banner最好 是找一个最大的 就是1920的banner在photoshot做的时候resolution 去到1920的时候 看 是不会蒙的 然后 我要它在1366的时候 自动缩小到去到1366 那我们知道图从大变小 还是不会蒙的 那图从小变大会蒙很危险 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1920的背景 有时候我们找大参困难找 这样最少1600啦 1600 放大过后 其实可能还是不会蒙 我像我这个是1300的 放大可能还是不会蒙 可能会有一点点 所以 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他100%跟着我的萤幕 所以我的背景丢下去了 这边有个叫做background size ok 或者我可以在这个 呃 这样 OK background size这个地方 他有个叫做cover 而content 所以 一个是 横的 一个是直的 OK 那我现在要选择cover 然后你去看 他就会 跟着 我的宽度 自动拉到最 就是跟着 然后来拉大了 你会发现我图大的了 那我们可以去设定我们的高度 看一下我们的banner的高度 宽度我不能设定吗 然后宽度是100 那高度 高度是475 475 哎 要不要 如果是谁 那个安靠 我可以去设定我们的高度